看来一个人终究不行 还要想办法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呀 夜晨感慨道 十秒钟后 宾利车停下了 危机爆发 宾利车的驾驶座走下了一个 穿着西装的男人 应该是司机 司机很精瘦 眼神冰冷 让夜晨意外的是 对方居然也是一位修炼者 司机走了几步 身子弯曲 轻轻地拉开了车门 姚先生 到了 一个头发略长的中年男子 从宾利车上走了下来 中年男子穿着一件中山装 脚下是一双布鞋 整个人气息缥缈 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大师气质 他双手放在身后 绕有趣味地看着不远处的夜晨 四目相对 爆发出极强的力量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有些紊乱 数秒之后 中年男子率先开口了 夜晨 这个名字真的很久远了 五年了 整整五年了 我本以为夜家的余孽都死了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那个五年前 掉下东前湖的少年居然活着 还敢回到江城 夜晨眸子一缩 淡漠地看着面前的中年男子道 如果我没猜错 五年前云湖山庄的事情 你有插手吧 你今天来 难道是准备杀我灭口 中年男子哈哈大笑 声音很响 传得很远 哈哈哈哈 杀你灭口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五年前 你就像地上的蠕虫一般 被人耻笑的废物 五年后 你就算回来 依然改变不了 你是废物的事实 夜晨拳头微微握紧 冰冷的杀鸡覆盖开来 五年前的画面 如刀刻在他的胸膛 他永远也忘不了 他的周身卷起阵阵血沙 有如地狱的修罗一般 中年男子脸色微微一变 惊呼道 血沙 这夜家小子 居然凝聚出了血沙 要知道 想要成功凝聚血沙 不光要踏入古武意图 更是屠杀千人不止 在古武界 拥有血沙者 往往是一些顶级雇佣杀手 但是此刻 却出现在一个如此年轻男子的身上 这也难怪他诧异了 压制住内心的震惊 中年男子开口道 没想到 这五年的消失 你这个废物 倒是踏入了修炼意图 纵然如此 又如何 修炼讲究的是资源 天赋 机缘 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修炼时间 你没有家族资源的支撑 你这一生 也只能站在最底层 仰望着苍穹上的我们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五年前的那件事 你有插手吗 还有 那个京城的男人又在哪里 犹如九天寒冰 让人心悸 中年男子冷冷一笑 他不理解面前的这个小子 有什么底气 对自己如此说话 不过有些事 告诉一个将死之人又无妨 他向前了一步 朗声道 五年前的那场宴会 就是我组织的 你说和我有没有关系 还有 我不妨再告诉你一个秘密 就算没有那场宴会 你叶家也会在那一天 被那位抹除 听到这句话 叶臣神色一正 脸上犯着冰冷的沙鸡 身上的血沙越发的强烈 难道当年那场宴会 另有隐情 亦或者那场宴会 就是冲着他叶家来的 但是叶家只不过是一个 江城的小家族 那位京城的大人物 为什么要灭了叶家 种种疑惑 萦绕在叶臣的心头 中年男子 也不打算再和叶臣废话了 他道 我这次刚好路过江城 没想到竟然发现了 你这个余孽 这也算是老天爷 不打算放过你叶家 黄庆 动手吧 是 姚先生 那个穿着西装的司机点了点头 向着叶臣走了过来 他的脚步很轻 眼眸带着死意 在他看来 斩杀一个年轻人实在简单不过 就算对方踏入鼓舞又如何 哪怕是从小开始修炼 也顶多内进而已 而他 则是跨越了三个境界的 半步化进 杀死内进高手 犹如碾死一只蚂蚁般简单 黄庆拳头微微捏紧道 小子 你放心 我会给你一个痛快 他的话还没说完 野尘已经动了 动得如此的突然 所有人都没有预料到 刹那之间 野尘已经来到了黄庆的面前 周身更是带起了一阵狂风 生死只在一念之间 野尘眼眸冰冷 只见他伸出了一只手 直接扣住了黄庆的脖子 然后猛的一折 咔嚓一声 黄庆只感觉一股恐怖的力量 从脖子蔓延开来 无比的疼痛 他发现自己没有呼吸了 甚至连生机都在慢慢流逝 他睁大眼眸想要还手 发现周身好像出现了一道气墙 死死地封住了他 让他动弹不得 他的瞳孔渐渐涣 数秒之后彻底没了气息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对方秒杀 不堪一击 叶尘冷哼一声 猛地将手中男子甩了出去 犹如丢垃圾一般 他的声音很轻 却在那个中年男子耳边 如惊雷般乍响 中年男子这一生 见过无数强者 却从来没有见过 能如此速度斩杀一位 半步化尽的高手 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仅仅两秒 他死死地盯着 那个远处的青年 脸上只有惊骇 难道这小子 已经达到了宗师之境 不可能 华夏怎么可能 有这么年轻的宗师呢 自己花了整整四十年修炼 更是被无数天才地宝堆砌 关键他的天赋极佳 这才勉强跨入宗师之境 但是对方只不过消失了五年 怎么就有了如此恐怖的修为呢 他明明已经过了 最佳的修炼时期了呀 中年男子的内心 掀起了惊涛海浪 他的脸上 甚至出现了一丝恐惧 那是对未知的恐惧 夜晨一步一步地 向着中年男子走去 面色极其地冷峻 他知道 杀了陈正国那一家 不算真正游戏的开始 只有杀了眼前的中年男子 五年前的复仇游戏 才刚刚开始 中年男子见夜晨越来越靠近 不再多想 强行压制住内心的震颤 出声道 没想到 你居然跨入了宗师之境 虽然不知道 你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如果再放任你下去 你对我会是个威胁 那么 只有把你杀了 下一秒 他出手了 中年男子一步踏出 地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凹陷 他的身子如猎豹一般 已然来到了夜晨的面前 扁拳围爪 向着夜晨的头颅而去 只要扣到 必然会抓爆他的头颅 今日 我摇筋骨 就把你的头给拧下来 而夜晨 眸子一冷 不敢大意 手臂流转着阵阵阵气 一拳轰了出去 摇筋骨看着夜晨 居然还敢这样出拳 冷笑一声 看来你根本没有宗师之静 如此出拳 找死 夜晨淡淡的 哦 是吗 就在夜晨快要触碰到 摇筋骨的时候 他猛地伸开五指 微微一震 而又骤然合拢 仿佛抓住了风一般 然后屏指如刀在面前一滑 猛地一掌劈下 这一掌携带着滚滚真气 甚至传来了阵阵空暴之声 碰 夜晨的一掌和摇筋骨的一爪 骤然碰撞 摇筋骨只感觉到一股气流 在五脏六腑乱窜 手臂更是传来了一股极强的反阵之力 他浑身巨震 登登登 向后整整退了七步 回过神来 他的脸上充满了惊骇 死死地盯着 稳弱泰山的夜晨 他能感觉到体内的血气上涌 如果不是自己强行压制 必然吐出一口鲜血 单单一招 对方就暴露出如此强大的力量 必然宗师之上 他就这样和夜晨对视着 右手有些颤抖 甚至几乎麻木 眼眸也出现了一丝忌惮 开口道 你到底是谁 他不相信眼前的青年 就是那个五年前被人耻笑的夜家废物 一个废物怎么可能跨入宗师之境 他更不相信这个青年会一直故意折服 难道亲生父母死在眼前也要装成一个废物吗 唯一的解释 就是眼前的这个青年 是一位武道天才 从小开始修炼 然后踏入宗师之境 眼前的青年是任何人都行 却不应该是那个夜家的夜晨 夜晨此刻也有些不好受 他的体内荡漾着劲气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华夏的宗师实力 竟然比他想象的还要强大 他知道自己不能退 五年前的屈辱 他要这些人一点一点的还 他要让这些人灵魂都充满着恐惧 他要这些人血债血偿 我就是五年前的那个夜晨 夜晨淡淡的声音落下 呼吸之间 夜晨已然来到了摇筋骨的面前 眼神一寒 毫不留情的一脚踹出 这一脚带着体内无比狂暴的真气 以及身上的滔天煞意 这一脚仿佛灭杀了腰筋骨周身的一切生机 腰筋骨脸色大变 他虽然跨入宗师之境不久 不算太强 但是反应能力还是有的 他的身躯猛的后退 同时骤人伸出双手 携带着一丝禁气 想要抓住夜晨的脚 咔的一声 他抓住了 摇筋骨脸色一喜 脚步一踏 猛的发力 他要把这小子狠狠地砸到地上 砸成一堆血肉 夜晨岂会如他意 身体腾空的刹那 微微一转 随后另一只脚高高抬起 狠狠劈下 直接劈在了摇筋骨的肩膀之上 碰 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 摇筋骨肩膀的几处骨头 直接断裂 他的身子 更是承受不住 这恐怖的力量 跪在了地上